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然而要做这篇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 第一个难处是按照例传的同力一开头大敌是某人 奥某某某地人也 而我并不知道阿贵到底姓什么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 但第二天便又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 阿贵我都去秀才 阿贵姐妹 捷报 捷捷 什么事 县里烤秀才 今天发宝 捷报 赵府的赵的少爷都种了 第八老爷 捷报 一定是赵太爷的儿子 种秀才辣 赵家少爷种了 我们卫装除了赵家还能有谁 当然了 别是吧 除了我们赵家还有谁 你们赵家 我们赵家 我也姓赵 大家听听 阿贵今天也姓赵来了 我 还真的是新鲜事 阿贵也姓赵 他姓赵 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 笑什么 我不姓赵 是你们儿子 告诉你们爸排气备份 我比秀才还要长三辈 还好 这可了不得 那么赵太爷见了他 一定叫声好听的了 原来你阿贵还是赵太爷的本家 那你还不赶快去道歉 对 阿贵赶快到赵府道歉去 快去 阿贵走 走 我陪你一块去 走 去就去 你别去 你又不姓赵 你 我赶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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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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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说说我们本家 现在就在门口 带他进来 叫他进来 太爷 阿贵叫来了 恭喜太爷 恭喜大爷 混账 你说你是我本家 太爷 我 你这混蛋 你姓赵吗 你配姓赵 你敢姓赵 不许息怒 今天是大喜之日 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 滚 滚 快滚 去去 妈妈的 赵千孙里什么不好行为 偏要姓赵 你这不是赵艾达吗 我真的是姓赵 骗你是你儿子 还起备份来 我比秀才还早三倍 你再说 哪来 什么 规矩不懂了 酒钱呢 老规矩啊 两百文多了不要 给 以后不许再说姓赵了 不是赵艾达吗 我看他也不会姓赵 就是真姓赵 赵老太也在这儿也不该说吗 哎 真是穷疯了 穷 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 儿子打老子 给儿子打了 哎 蛇子钢鞭 我看他也不会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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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称传便称传 割道便割道 阿贵真能做 阿贵真能做 而且经过几回城 见识高 在家他在精神上不把赵太爷父子放在眼里 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了 可惜他在体质上还有些缺点 头上颇有几处赖窗疤 因此他很忌讳说赖子 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忌讳亮也忌讳亮起来了 亮起来了 妈妈的 你也敢取笑我 那你往哪逃你 妈妈的 干什么你 怎么回事 干什么你 你没张眼睛你 你才没张眼睛呢 什么事 想打架怎么了 打架 你敢动手 动手 君子动口不动手 老子今天就要动手 老贵就撞头 撞个头 对 撞头 一二三四五 去你的 你站住 你有骂人了 我没骂 你肚子里骂了 快说 今天不是儿子打老子 是是是人打授事 说 我是毛虫毛虫行了吧 见货 天下第一见货 阿妩走 天下第一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 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 你王虎算老几啊 哼 儿子 大儿子 这小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贵并没有被打败 他就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 使自己转败为胜 哎呦 要死了 这谁呀 哎呦 确 lob 这些是者 诶 哎呦 这些是者 谁不 horr? 天啊 秋心的秋了 妙心思 姐妹 為同天的風格 我們喝茶了 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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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你也是一等会儿 来半斤 青龙 喝点 阿贵 你口袋拿几个钱又养养了 养养 好兆头 对 我那几个钱是要养了 要养儿子了 我打开了 要开了 等等 阿贵 我打白 哪个 青龙 阿贵 早点回来 咱们走吧 开了 开 开了 开了 白虎 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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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虎 白虎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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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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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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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赢了 阿贵 你这是怎么了 我 我赢了钱了 阿贵 这回才感到有些失败的痛苦 再阿贵认为 大人的是自己 背大的是别人 精神胜利法奏效 阿贵又转败为胜 мы 你们 我 这小孤双 哈喽 赵老怪 这也是阿贵最厌恶的一个人 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 他跑了一趟东洋 回来后腿也直了 辫子也不见 后来又装了条假辫子 阿贵叫他是假洋鬼子 对 Mr. Joe你好运气 拖钱拿少爷的福 不敢 现在朝廷停了考 办起学堂 以后秀才举人都不会再有了 你这个秀才可就是稀奇货了 是啊 Mr. Joe 以后要多研究研究新学了 好 Goodbye 假的突驴 你说什么 我说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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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哼 在阿贵的记忆中 这大爷要算是又一件大屈辱了 但是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在阿贵身上发生效力 妈妈的给我来点白沙线怪不得我今天晦气原来是碰上了你快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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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姑下山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小妮姑下个山来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桃红流绿流绿桃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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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去 阿贵上上 快回去 有人等你呢 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 别人能动 我动不得 你好 对挺吗 哈哈哈 安北哥 好 哈哈哈 好 哈哈哈 哈哈哈 车上跑的 Turn 阿貴 阿貴 你 斷子絕生的阿貴 阿貴 阿貴真行 我可不能斷子絕生 死後沒人給我供飯 那還行 我應該有個女人 除非每人都有個女 夫不孝有三 無厚為大 阿貴要有個女人的思想 其實是合乎聖經閒傳的 媽媽 我應該有個女人 阿貴 阿貴 是個女人 阿貴 來了 我嗓子都喊啞了 老爺讓我來叫你去充米 你裡邊坐嗎 過來 要早點來 這小姑說 阿貴 來吃飯吧 我去給你添燈油 我去給你添燈油 好 哦 我應該跟她講 也沒有過過一天的舒心日子 這個老頭子 她就沒有安分過 她也配取小 老爺 走起早 你不知道 這個老不死的 這些年 她淘雞摸狗 我一直是睜只眼閉只眼 這個氣候真沒法受了 好啊 现在居然要娶小老婆了 她有万贯家财吗 太太啊 气归气饭可不能不吃 要是饿坏了身体那可怎么办呢 邹西嫂说的对 婆婆要保重身体 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怎么吃得消呢 你男人是个秀才 就该劝劝他爹听圣人的话 这圣人也准许娶小老婆吗 婆婆 我们这做小辈的 对公爹的这种事情 怎么好多开口呢 你做小辈的就能这样顶撞我呀 好 我问你 你男人昨天晚上陪他爹去哪了 说呀 你说呀 媳妇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我怎么知道呢 陪他老子选小老婆去了 什么买个丫头伺候我呀 好 你们小两口也帮老婆死的欺负我呀 太太呀 走起走 给根绳子 我上吊 那么多小烧饼 怪不得 我说太太呀 你就别跟孩子们生气了 再说这少奶奶身上也有喜了 我的少奶奶 你就少说两句吧 那 还有 这还不让我 门外是谁呀 哦 是我 太太 我来打灯油 打油干什么 是老爷吩咐的 阿贵晚上还要充米 那就少打点 少打少冲米 我看不如多冲一会儿 更合算 我以后不吃饭了 少冲点米 太太 太太 给这么点灯油 这家人呢都是小气鬼 你忙什么 再歇会儿吗 你呀 真是个贱骨头 干嘛这么卖力气 我正想趁着今儿晚 有灯好辣鞋饼 你呀 真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你知道吗 太太两天没吃东西呢 哎呦 那怎么受得了 为什么 还不就为老爷要买 要买小老婆 他有了老婆了 还要第二个 少奶奶八月里就要生孩子了 他都要抱孙子了 谁知道他是孙子还是儿子 赵太爷 他还要第二个 可我 有钱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可不像我们庄家人 母妈 嗯 我和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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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 我和你睡觉 可爱死的好腿 吞命的好腿 吞命的好腿 甲正经 王八蛋 你反了你 王八蛋 我打死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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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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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王八蛋 这句话 卫庄人从来不用 是官府里和阔人专用的 这就使得阿贵格外害怕 所以这时阿贵对于女人的那些思想都已忘却了 似乎这件事情已经结束 他倒反而衣无牵挂 阿贵生平最爱看热闹 他不知道那院里又发生什么好看的热闹了 混账 混账 王八 王八 你先出来 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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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毫 把速度 横 rudy 轻到 看来吧 boo 没有 来 坐 oğlum 我不想进啦 谁不知道你是个正经人啊 就是 可千万不能寻短鉴啊 走匽扫 哎呀 这屁 heavy 哈哈哈 ich 这小姑上干什么呀 有趣 妈 你看 怎么会出了这种事 五妈 五妈 你别哭了 奶奶 你要给我做主 我都知道了 我给你做主 上梁不正 下梁歪 有这样的主人 就有那样的短功 五妈 你不用上梁 把绳子给我 我去死 我死了 好让他去买小老婆 妈 你就是干什么 他又来了 您别生气 您上前院去吧 干什么呀 妈妈的 你还在这儿 你往哪儿跑 妈妈的 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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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早点来啊 阿贵 来吃饭了 你呀 真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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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这么晚 阿贵呢 在里边 妈妈的 起来 什么事 什么事 好啊你 连招呼上的佣人都敢挑戏 你简直是要造反呢 李宝老爷 您 您这儿坐 这儿坐 给我吧 您坐 好 怎么说吧 说呀 你说怎么说吧 先拿酒钱来 老子我总不能白替你当差呀 我还给你两百文 晚上加倍 四百 四百 四百就四百 李宝老爷 今晚上对不起你 让你跑腿了 什么 正事还没办了 你调戏吴妈的事就算完了吗 我碰也没碰到 你还想来 听着 赵太爷吩咐了 明天一早到赵府上去赔罪 带一封箱 一对蜡烛 要一斤中的 我跟吴妈说话 管招枪什么事 你还敢这样 李宝老爷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阿贵 你就认了吧 还有 赵太爷要上吊 吴妈也要上吊 这是由吊死鬼来找替身 得请盗属捉鬼 钱有你出 太太要上吊 是老爷要买小老婆 吴妈要上吊呢 吴妈要上吊 她不会上吊 她假正经 胡说 胡说 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唯一是分 从此以后 不准你再登赵家的门槛 听清楚没有 拿酒下来 我现在没钱 等我拿了赵家工钱以后 我才 你还想拿工钱呢 我给他家冲了好几天礼 活该 那我就没钱了 找着别的吗 哟 我那些挂子忘在赵家厨房里了 拿不着了 找别的吧 别的 我只有这条裤子 可我怎么脱呀 你这是干什么 押了给酒钱 好 押给我吧 钱 我替他给 老家伙 倒会贪便宜 快点快点 来了 您说说 明天一早点照下去 吃了不行啊 走好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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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被搞得倾家荡产 去到赵太爷府上赔了罪 但香烛并未燃烧 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 吊死鬼也没请道士来捉 因为太太并不真想上吊 去吧 我们走了 阿贵的恋爱悲剧就此收场了 自那以后 阿贵觉得世上有些古怪 怎么 卫妆的女人们忽然都怕起羞来 这个东西就上去动手了 你们看 他来了 快 你看看谁来了 快进去吧 快 快 妈妈的一个都学习小姐模样来了 阿贵这小子他调戏不骂 赵太也可火了 想不到阿贵是这么个人 是不是 你们瞧来了 来来来 喝 喝完 嗯 喂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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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Ciao 多佳 made today 多佳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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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made today 我用了 下次一起给 不行 不说就不说 还省我几个钱呢 你们家要股短工吧 干嘛 不要 怎么 也没有人再顾阿贵做短工了 可肚子要饿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骂骂的事情 小童 原来是他抢了我的话 怪不得人家都不找我了 好 阿贵 什么事 畜生 干嘛 阿贵哥别生气 我是毛虫 行了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打起来 你别打死你 阿贵 阿贵 打你他了 打 使劲打 打你 小童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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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吧你 妈妈的 你等着吧 妈妈的 看哪儿 你看哪儿 你看哪儿 他 快走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什么时候偷你萝卜了? 那不是 这 这是你的 那你叫它 看它能答应你们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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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 叫 你敢出来 怕你了 阿贵绝技出门求识去了 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 阿贵再回到卫庄 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 他这次从城里回来 卫库之的精益也很得到敬畏 阿贵 这里发了什么东西 给我看一下吧 没什么看的 给我看一下吧 打酒来 给献钱 阿贵 你回来了 阿贵 是阿贵 是阿贵 阿贵 这些日子到哪去了 阿贵哥 到城里去了 阿贵 发财了吧 阿贵哥 你发财了 请我喝完酒吧 好 请你喝酒 阿贵 别忘了 这儿还有一个 还有我呢 我 都请 每人一心 都请 每人一心 喝 何必给献钱呢 记账就是了 别客气了 剩下的都存在柜上 好 来 走 掌柜的 那不是阿贵吗 刚从城里回来 坐下来 好酒 喝喝喝喝 大家喝 阿贵 你说说 城里头热闹 热闹 阿贵 问你个事 什么事 听说城里抓了个革命党是真的吧 已经杀了 杀了 革命党要造反 就该杀 对 革命党要造反 该杀 杀了什么人 听说是城里一个什么人的儿子 嗨 我不告诉你了吗 就是城里那个寡妇 吓死奶奶的儿子 你们看见过杀头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看见过 好看 好看 杀革命党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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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眼看见的 妈妈的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是你儿子 你别打仗 来 阿贵说 不说了 说 你说 说 那天清早 天刚有点儿 我看得见 我一个人在街上走 好看 好看 咔嚓 一刀下去人头落地 去去去去 别开玩笑好不好 好回去了回去了 阿贵你别走 今天我累了 别走 你还没说说 城里的白举人是怎么弄到二十五两赏银的 不对 五十两赏银 是二十五两 五十两 是二十五两 阿贵 你倒是说说看那个白举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举人 下次奶奶的儿子被抓去刷头就是他告的官 说起来还是他的亲哥哥 白举人 白举人这人哪 可真是又刁又狠 白举人哪 是昧着良心赚那五十两银子 还五十两呢 二十五两 五十两 二十五两 又是你现在看见的 差不多 我在白举人家帮过忙 老爷 叫我有什么事 嗯 啊 啊啊 啊这 晚上又到哪去了 看杀头去了 你知道杀的是什么人吗 是老爷的外甥啊 我问这样东西 他是革命党 该杀 我不认他这个外甥 这叫大义灭青 懂不懂啊 还有啊 前些日子你在外面说了我什么 说什么 你说我拿了人家五十两银子 有这事吗 有 有 你说了 我说了 你给我滚 骂骂的 革命党是该杀 可白举人也不是个东西 哎 举人老爷到底是举人老爷 那当然了 大贵 后来又到哪去了 后来我走了 白举人 白举人又有什么了不起 再来碗酒 后来在城里你又干的是什么呢 我做了点小生意 还做点小生意啊 他呀 发财了呀 发财了 阿贵 再便宜点吧 够便宜的 我们这真败 阿贵 这条裙子多少钱呢 怎么样 哎呀 能不能再便宜点 那不行 不能再少了 好好好 不败给 这个 便宜 你说说清楚啊 跟他一个家卖吧 卖 快去挑吧 那好多呢 你们自己挑 这东西都是不错的 要好点颜色 怎么样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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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便宜不 这是新的 九二春 这会儿你们都不怕阿贵了 别弄乱了 阿贵 这是在卫中人眼里的地位 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 但位置差不多 大约也就没什么语病 别想 赵太爷在等着你呢 不去了 你怎么走了呢 你卖完了去干什么 你就去一趟吧 来 这个周七嫂怎么还不来 也许她没说清楚 阿贵不敢来 上次不是说过 不准她再进门吗 阿贵 来了 进来 我的太太 她一个劲的说没有 我呀 让她自个当面来跟您说清楚 太爷 阿贵 你在外面发财了 很好 这个 听说你有些旧东西拿来看看吗 卖完了 卖完了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 你放心 你听见没有 阿贵呀 多少你总还有些吧 我只想要点疲惫心 我们家孩子要点披风 是卖完了 那都是我朋友的 本来就不多 那好吧 你以后有东西先拿来给我看看 以后 以后也不会有了 阿贵 阿贵 你怎么走了呢 太太呀 算了吧 她那些东西便宜是便宜 可就是来路有些不正 你说什么 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听人家讲的呀 说阿贵那些东西呀 说不定都是偷累的 那以后要当心的 爹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把他赶出伪装 我看也不必跟这些小人接仇 只要把前后门窗多注意注意 做这路生意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本村子里倒不要紧 是 七嫂啊 刚才说的话你可不要传出去 阿弥陀佛您放心 我可不是那种乱嚼舌头的人 太太对不对呀 七嫂 你去叫地宝马上来一趟 我走了 可惜白费了这么多灯友 可惜白费了这么多灯友 妈妈这个时候才回来老子我等你半天了 等我 等我 等我干什么 好小子 既然干起这好买卖来了 我问你 这几天卖那些东西是哪来的 哪来的 哪来的 他知道 我都跟他说了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样啊 跟你说说 可以 是那么回事 我过去 过去点 那回 我打白费那出来 在城里边 没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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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样啊 找什么急你 阿奎 要不要给你碗水喝 帝王老爷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帝王老爷 不是 没事干吗 有几个朋友 刚认识的 他们让我 跟他们一起走 到了一个 很有钱的人家 他们就到里边去拿 我就在洞口外边接 可是 马上让人家知道了 就大叫大嚷起来了 我一着急啊 撒腿就跑 一口气 跑出来城 我就得了这把东西 好啊 你居然做了贼了 我不是贼 那你是小偷 我也不是小偷 帝帝王老爷 他也不过是个小角色 您就走开走开 其实这也没什么 阿贵 既然你干了这行 就不能不懂规矩啊 来拿酒钱来 孝敬钱呢 要钱 好说 好说 来 来 来 钱有 给 给 全拿过来吧 以后老实点啊 哎 怎么全拿走了 嗯 嗯 嗯 你这是怎么了 干了那种事 你跟我说说不要紧 怎么能跟她说呢 王后 这卫妆你还能待下去吗 你呀 我成了小偷了 阿贵这一度中心的历史从此结束又走向末路 因为卫庄的人又都不敢顾他做短工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三更四点 有一支大乌鹏船靠上赵太爷的河布头 这给卫庄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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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 婆婆 这里边都是金银财宝吧 爹 我看不能受 如果革命党真的进了城查出来 我们要犯窝藏之罪 再说 白举人从来就看不起咱们家 他过去是不倒桥的希望 但如今既然来攀什么亲戚 我看洛德做个人情 至于革命党成不了事 万一要是成了事呢 那岂不更好 你找死啊 你想留下他 还不懂啊 万一革命党真的进了城 你们忘了 他白举人那二十五两银子的事了 他还不敢回逃命 他这一逃 这些箱子 就此再带你抽屉一下 谁也不许说出去 不好了 不好了 革命党进城了 什么什么时候 快说说看 革命党一个个都是白癸白假 说是替崇祯皇帝带孝 你亲眼看见的 是啊 有多少人呢 满城都是啊 像天明天将一样 数都数不清啊 城里边有名有商人放火 城里那些财主老爷们现在怎么样了 财主们都吓得要死 一个个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都逃了 革命也好 怎么啦 怎么了 哎哎 阿贵你 阿贵啊 我怎么了 怎么了你 我革命了 造反了 我革命了 我造反了 我要什么 就是吧 我喜欢谁 喜欢谁 狮子杠变 将你打 抗翠抗翠抗 来了 他来了 抗翠抗翠抗 是什么 我管你江山兵奔飞 舌子杠变 将你打 老贵 老贵 干什么 老贵啊 现在你发财啊 发财 当然 要什么就是什么 老贵 请问这个革命党 革命党 就是要告反 阿贵哥 像我这样的穷朋友 总不要紧吧 你穷 吃的那么白白胖胖的还穷 穷 舌子杠变 将你打 抗翠抗翠抗翠抗 没想到阿贵他也加入革命党了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 早知道革命党昨晚就进了城 那五只箱子就不收下了 你呀 真蠢 白举人杀过革命党 革命党进了城 逃不逃走 万一要是追查起来 岂不更糟吗 无独不丈夫 他阿贵能当革命党 你为什么不能 你去找钱大少爷 找他 去投革命党 你我能让阿贵踩踩脚底下吗 这么个阿贵 你当上革命党了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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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了 走 跟我们一块造反去 给你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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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了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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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饶了我Allah 我姓赵 你也姓赵 我们是本家呀 家 你配姓赵 你改姓赵 你不敢不敢 小弟从今以后不敢的姓赵 太功 什么太功 泳姆 王八蛋 您不是比我长三辈儿吗 我得叫名太公 对 那你再叫我三声 太公 太公 我的好太公 好了 惠太爷 笑什么 滚 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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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哈喽 阿贵 我有罪 我有罪 你有罪 是的 那怎么办 如果您愿意的话 就请您打我两下出出气吧 不过最好请您能轻一点 轻 很轻 轻 别了 我本来就是假的 假的 谁 出来 是我 举人老爷 不敢 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坐船来的 一人来的 你 你 忘了吗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这样吧 今天我赔还给你两劲儿光 不过用不着您亲自动手 我可以自己打 消气了吧 你那个什么骨 别我 还有那个五十辆银子也得给我 我一定拿给你 众将官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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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都来了 早就来了 您不知道 我们早来了 来呀 把这些家伙都给我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看沙头 还是沙头最好看 叉叉叉 对 卖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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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宗 卖宥 杀不了杀 人 沙头总不好 对 打他们的屁股 对 打屁股 来呀 拉出去 每人重打四十大阪 好 traders 起奢 早 走 太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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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革命 走 走 慢着 脱了裤子大 是 贵太爷 小人该死 我不该抢太爷的钱 还给我的 来 是 收下 帝宝 你怎么又想拿我的钱 死了 你装死 骂骂 别吵 得讲点规矩 我们都是革命党了吗 对 来 把这东西偷偷给我搬到图骨子去 是 大叔 年纪大 不要搬了 去歇会去 好 好 好 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们还有个女人呢 嗯 谁在那儿哭啊 是我 哟 哟 吴妈 哈哈哈哈 阿贵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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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脚太大了 假正经 什么 你骂我假正经 你才假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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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那么大年纪 哟 是你呀 小泥公 段子觉森的阿贵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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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 啊啊啊啊啊 �х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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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快开门 快点 你们来干什么 革命 这样吗 再叫打死你 打死你 我们之地没有命好革的 你敢反对革命 这是你一关 你们拿人家闯进来干什么 看 这就是龙牌 快拿过来 不能 不能 宣统皇帝都完蛋了 你还敢放肆 你也太不识食物了 快拿过来 追过 追过 快拿过来 什么皇帝万岁 来 看 大明宣德年制 这是真正的宣德鲁 有四百年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好极了 Mr. Joe 进城去参加自由党吧 我来做介绍 如何 好 好极了 城里自然要去的 不过 等两天吧 革命 还舍不得这个 走吧 两位革命家 从此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 贤语为心 我们的阿贵 很想实现昨夜的梦境 可是 从何下手呢 在这一点上 阿贵和那两位革命家 倒是英雄所见略同 阿贵 你来做什么 革命了 你不知道 革命 革命 不是已经革过一回了吗 你还要革什么 什么 你来晚了 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俩革的 前大少爷 还有赵大少爷 他们怎么不叫我一声 你也 他们怎么革的 怎么革的 连观音菩萨面前的宣德炉都革去了 那你拿个什么炉给我 老子要革命 老子要革命 过了几天 革命 卫庄样样都照旧 人心也日渐且安宁了 但也不能说就毫无改革之处了 我 我 嗯 成立刚回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干 和尚不像和尚 道是不像道是 像这种玩意儿 这回进城 碰上洋学堂的学生给捡了 齐齐娜 城里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支县大老爷还是大老爷 带兵的还是那个老把总 就是改了个什么名 我就说不上来了 反正啊 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齐娜 你捡了辫子不也成了革命党了 人家革命党才不呢 革命党提光头 谁起光头了 白举人 什么 白举人他也偷革命党了 胡说 怎么会 白举人他杀过革命党 是啊 我也搞不清楚 可人家这挂了这么大的银桃子 说是参加什么 市有党 一个银桃子 就顶得上一个汉林 对 怪不得钱两千 我看在假洋鬼子这儿也挂了这么大银桃子 又恍然动得了一条革命的道理 要革命 但说投降是不行的 盘上变的也不行的 还要去巴结革命党 还要有樱桃子 为了革命 为了想要一个樱桃子 阿贵打算去向假洋鬼子屈尊求教了 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小儿承蒙提吧 老朽不胜感激之志 哪里哪里 哦 你们知道吗 白举人如今在县里帮办民政了 什么 他也做官了 当然 鲜鱼为心嘛 哦 白举人说他有几只箱子 对对 是 过两天我亲自送金城去 对了 他还听说你们家有个宣德卢 他很想看一看 这个 白举人高升了 理应去祝贺嘛 那白举人是否也是 那还用说 革命军一进城 他就捐献了一大笔军饷 哦 高明 高明啊 这可算是毁家疏难了 好 告辞了 请 请留步 留步 请留步 听说田大人您也要进城去高升了 谁愿意在小县城里做事 李大都督来电报要我去武昌 杨 杨 我还没答应 杨 我是个急性子 过去见了老黎的面总是催他 洪哥快动手吧 他总是no no 性子太慢 否则革命早成功了 是啊 革命早该成功了 革命 革命 你来干什么 滚出去 我要投 你还想投 不不 我是说投 投 我的投怎么了 这是革命 滚出去 对 我要投 滚出去 你还找他 谁让你跑去 你还不滚 滚 快滚 滚出去 给我滚远点 妈妈的 不准我造反 至少你想按鬼子造反 革命党算点什么 儿子才是革命党的 阿贵 阿贵 天不早了 该回去睡了 快滚 阿贵 好 是你呀小童 赵姐让人给抢了 什么 抢了 白亏白假的革命党不是明明到了吗 为什么不来叫我 那么多东西都搬走了 就没我的份 都是假扬鬼子坏 不准我革命 可恶 太可恶 我要告你一状 把你抓起杀头 满门抄斩 骂骂的 别人的我不管 我自己的一只箱子也让人抢走了 你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找呀找呀 你叫我到哪里去找 我的修文的路都没了 太爷 太爷 总算找他解决办法了 怎么样 见到大人了 见到了 他说这个案子就要查清楚 能找到抢劫犯就算是被盗 不过白举人那比较难办 他说一定追赃 那武智病相一定追回来 而且话说的很难听 他说什么了 他你说呀 即使他也没说什么 他怀疑我们是坚守自盗 什么 哎呀 这才是投机不成十八米 我早说你不能财迷心窍啊 可你呢 偏偏要我怎么知道他杀活革命党的人也会单身革命党 爹 还有巴总大人也答应了 他说只要能找到抢劫犯的下落 什么时候去报 他就什么时候派人去抓 不过弟兄们要二十条钱的赏格 二十条 我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上了这个流氓的上 二十条钱 我认了 总算老天保佑可有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现在不就是要设法找到抢劫犯吗 要找到了 我就可以脱掉这个干系 什么坚守自盗 他栽不到我头上来 可抢劫犯上哪找呢 不是现成的有一个吗 谁 我说 谁报费用 我赏你调遣 谁勇敢 爬进去 我赏三吊钱 真黑心 赵家可是出了二十吊 我也是 那 我在家亮吊 上五吊 我们俩领赏 我们俩领赏 轻点 去吧 赏钱 回头里 走 来 上 走 你别开玩笑 快走 我走 不要跑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们一等 等一等 县城里是有王法的地方 你就放心的去吧 大叔 我会回来的 加油 走 走 三号收一个 抢劫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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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案子 是个抢劫 是 来 来 大佬里的规矩 懂吗 我们这可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大佬里的弟兄们全靠你们家里 来孝敬了 我没有家 那你寻见朋友总有吧 没有 都没有 什么 上个礼拜 你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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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 赵牌了 好了好了 晚上再说 别打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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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犯了什么法 没有 我是想造反 你呢 举人老爷要追我爷爷欠的租 白举人 骂骂的 罪不是东西 你应该造反 啊 哎呦 我 哎呦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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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贵以为 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要抓尽抓出 要坐坐大牢的 于是也就心安理得 开饭了 这比土古词好 我看就这么写吧 我做革命党不到二十天 城里的抢劫案 就有事起见 这个案子就快点定了 不行 他还不是主犯 再说白举人一定要我追赃 找回他那五个皮箱 阿贵身上追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的仙太爷 你既然追不出赃 拿什么东西配白举人 我看先把阿贵定了罪 判了刑 也了了件案子 大家面子上也好看一点 什么 这主犯还没抓到 阿贵也不能算 你沉鱼 主犯重犯不就差一个字吗 你笔头上这么一动不就成了 我的仙太爷 你要是不答应 这城里的治安 我就没法管喽 你 你看着办吧 阿贵 过堂了 起来起来 叫你逛堂了 什么事 快呀 站住 不要跪 奴隶性 是 是和尚 你姓什么 我 不知道 笑 人男的没有姓 我本来姓赵 赵他也不让我姓赵 姓赵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贵 多大年纪了 有三十出头了 我还没娶女人 住在哪里 托伯茨 那你就从事招来吧 免得皮肉吃苦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招了我就放你回去 我本来是要投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投案 说真的 我真想造反 我去投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不如我造反 什么造反不造反 我问的是你的同党在哪里 快点说 快说 什么呀 什么呀 就哪天晚上去抢赵家的一伙人呢 他们呢 这我知道 他们 把白巨人的五个大红皮箱抬走了 把秀才娘子的大床也抬走了 抬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说 你说 你说出来我就放你 他们没来叫我自己就抬走了 你是坐地分赃了 那你分的东西呢 都卖了 裙子卖给周七嫂 那件挂子 卖给赵白眼的娘 还有 好了 把口供拿给他自己看看 是 自己看看 我不认识字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 拿着 画个花鸭 我跟你说了 我不认识字 那么便宜你 画个圆圈吧 什么 画个圆圈 圆圈 圆圈 哎 圆圈 圈儿 嗯 不愿再重画一个 嗯 甚至才画的圆 我的靶总大人 闸柜不是主犯 我认识他 那你说主犯是谁 主犯要你去抓 你是靶总 我就要追赃 我要示众 杀一尽百 这是我管的事 来啊 来开 好嘛 我这明正方办 只好辞职不干咯 那请便吧 探藏忘法 拿了赵家二十调钱 你当我不知道 我探藏忘法 我可没拿二十无良赏赢 你懂什么 我那叫大义灭青 大义灭青 说得好听 告诉你 我要到北京去找袁世凯 告你 是 老子逼着你 人生在世 怕是免不了要画画圆圈的 但画不圆却是一个污点 阿贵正在努力要画圆 可是 阿贵正在努力要画圆圈的 三号阿贵 啥阿贵 真快 起来起来 这叫你呢 好 好 恭喜恭喜啊 你快起来 阿贵 把东西收拾好了 快跟我走吧 哪去啊 你高深了 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 送你回家 回家 回家了 回家了 你回家了 我留个记忆 哎 哎 你 啊 好 来 把袋子掉掉好 哎 都送着我了 你 你走吧 送我回家了 送我回家了 哎 走 走 走走走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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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啊 上回不是告诉过你了 阿贵 赵阿贵 多大年纪了 三十出头了 还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了 还有画圆圈 来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哎 喂 不是说送我回家吗 你们干什么呀 我要回家了 帮你喝酒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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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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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 又泰然 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又是未免要游街市众 未免要杀头的 五妈 快点 阿贵 看到五妈 忽然感到羞愧 为什么不唱几句戏呢 但是唱小狗双上坟吧 欠堂皇 还是唱手指钢鞭将你打吧 哎 唱西文啊 唱一个 哎 怎么不唱了 唱啊 唱 二十年以后 一会儿调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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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老大 往 teas 好 一起 一起 硬起 父子 同病 好 好 去 阿贵知道这是到了擦擦的地方和时候 他想喊救命 但他终于没有焊出声 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条好汉 但可惜的是 阿贵并没有听到擦擦的声音 阿贵一直到临死 一句声音都没唱 大家都白奔了一趟 他欠我四十五元九千没给 阿贵他死得太窝了 不能这么说 他不是也喊过一句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 可他到底没唱一句细文呢 是啊 我看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 阿贵死了 他虽没有女人 但并不如同小尼古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 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 阿贵还是有后代 而且子孙繁多 至今不绝 没错 还有